那么近两年从去年开始非常流行一种柔光箱 我们无论是在拍这种视频还是拍照片的时候都非常好用 就是这种球形柔光箱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 一款是85厘米直径的 还有一个是65厘米直径的两款金贝的球形柔光箱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拍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因为依次我们演示两个 一个是85厘米直径的 一个是65厘米直径的这种柔光球 非常简单 那我们先把它进行一下简单安装 这个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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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更多时候呢 其实这种球形的光枪啊 拍视频啊 像我这样两个灯啊 是更加方便的 当然你拍一些室内空间的一个摄影啊 这样用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如果用一个球单灯来拍人像的话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环境里边去这样填充啊 那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影棚里难度比较大 尤其我这种摄像其他小者拍的真是不打地